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欸 这个Metal Crew啦 它的极限ZG基战已经出来了 然后大家应该也知道啦 它的这个特攻类别是再起之力嘛 然后这个类别内啦 想要完全以免费卡来打 其实还蛮难的 因为它的分类有一点点的渣啦 不过主要以免费卡 然后再谱以一张的 嗯 一般石头卡还是没有问题的 欸 那么这一次的话 就带大家一起来打一打啦 老实说难度非常的低啦 不愧是在全球活动 或者说大活动内给做 极限ZG觉醒的角色的那个关卡啦 大部分官方不会给它做到太难 让大家都有机会去通关它啦 OK 这边已经打到第30款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我的队伍就是这个样子 免费卡 免费卡 去年六周年的纪念卡 然后免费卡 免费卡 再来就是一张一般石头卡 真的是没有办法啦 因为在起之力这个类别内的免费卡 就这么的少 我也没办法啦 然后好友队长 因为这是在起之力队嘛 好友队长哪一个在起之力的 200%悟空也可以 那深蓝达也没有问题 反正难度都是一样的 简简单单去过就好 OK 这么就直接出发吧 但是在这个游戏内 它会有 KIMIGA HERO 这个BGM 还有改 一路改到10月3号 非常好听啦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听 不过就 我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然后前面的话会被打到相当多下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然后这边的顺位真的是不太理想 这边的话先给它走过去吧 反正是被克属的 没在担心 然后悟空的话因为被打出一家 不要回避 你回避太多下的话 我就没有气力去开Visa啦 有没有 配上这个BGM 然后又是这一部 巨场版内的角色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 这一部的那个 片围曲啦 它们也叫做主题曲啦 很好听 比起最强对最强的 嘿 嘿 我觉得这个罪行这一部好听 非常非常多倍 哈哈哈 OK这边的话 也不是什么太难搞的东西 把归线人给留着啦 嗯 只要不要中必杀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直接这样走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防御力 都不算高 但是也不到底 只不过就是最后的那一个六周年纪念 纪念的那一个 那张卡啦 极悟空 比较可怕吧 是蛮期望它可以开到两发必杀啦 诶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比较安逸的带过 哈哈哈 要不然真的是 对 OK 二连发必杀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啦 他的血量其实不高 应该说 他的减伤不大 打起来很轻松 诶 好 诶 就算被敲到也不会痛 克数 被克数啦 被敲到也没错 然后队伍内有两张复活角色 就是爽啦 哈哈哈 完全就随意 诶 随意怎么打都可以 Mundainas 看蛋价 OK 346万 哈 应该是可以直接解决掉了吧 OK 好 就是这样子 几乎全免费卡 就搞定它啦 剩下的一张 那一个 还有一张免费卡 就是狗鸡大 嗯 布罗利 布罗利剧场版那一个 有一张物语的狗鸡大 极限在觉醒的 可是那一张的话 嗯 吃不到队长技 所以没办法组进来 所以就 就算啦 嗯 要不然组进来 只吃到单边队长技 的话 我觉得 挂掉的可能性相当的高啊 诶 诶 在一起 智力 这边 诶 这一张 嗯 这一张的话 它的能力也比较麻烦 需要松空西普 跟北极大西普的 类别角色在队伍内 它才可以用到 不过它有一个蛮不错的能力 就是全主进效果八全 诶 这一张真的主进去吃到单边 单边200%队长技 诶 说不定也是有料哦 嗯 说不定也是可以哦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全免费卡了 可能真的是可以完全全免费卡哦 不过这边队伍内就没有全属性的队伍啦 所以全属性的队长技这些免费卡 所以就没法多啦 能组出这个样子的队伍啦 诶 我已经觉得还不错了啦 非常简单非常简单 那么大家就好好的来把这34颗龙石给拿下来啦 当然啦 也不是大家一定要用这种超烂的队伍 还是什么样子 就是给自己找难度之类的 嗯 用那个超强的队伍 直接全LL team上去 那个是更加的简单啦 反正重点就是 打关卡 哪龙石 极限正觉醒 就是这样子嘛 好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AMATANI